日本人為什麼如此崇拜鳥鳥呢 崇拜鳥鳥 鳥鳥鳥之類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從小也是受到 很多日本的那個文化的熏陶 比如說我們都很喜歡 很多潮流文化 或者是我們晚上都會看一些A片 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個都僅限於 我們晚上私底下自己看 然後並不會在 比如說我去日本的街上的時候 不會有真的發生任何的A片情節 可是為什麼 我看到很多的網路 還有電視的報導 就他們是在路上可以拿出這一個的 哇 其實是很多人在進行摩拜 這是讓我覺得最反差的地方 就大家路上看起來就是 好像很害羞... 但是路上他們拿出這個時候 就完全不害羞了 而且是摩拜 摩拜 而且這個非常大隻 我們才會看 拜拜 這個裡面都可以裝四五個人的裡面 對啊 疊在一起頭部太多 這個日本很多地方都有拜 那個主要是就是拜 希望就是 就去那邊拜拜 那個祭典都是路邊都有賣那些 鑰匙圈 鑰匙圈或是冰棒 都是那個 冰棒 那個形狀的 哇塞 那也在那邊舔冰棒 對啊 所以女生也可以在那個祭典 那樣舔冰棒嗎 當然啊 女生想要趕快懷孕 懷孕 所以這樣 來 來 該動作 那我可以一次舔三四根嗎 可以 多吃一點也好 其實陽具崇拜在全世界 不只是日本 其實在台灣的住民也有 我可以說印尼 其實在全世界都有 巴黎島也有 巴黎島也有 像這樣子的木雕什麼 那個其實沒那麼說做地的產業 但冰棒很少聽到 接下來又有一個問題囉 日本人為什麼那麼喜歡偷雨傘 怎麼可能 真的嗎 阿彥 我要說 因為我之前也是很常去日本玩 剛好有次下雨 就帶雨傘去Lowson 就是便利商店要買東西 買完的時候就發現 哇 雨傘不見了耶 好棒喔 請問日本人不是應該是 很守規矩 很有禮貌的形象嗎 然後我就想不透 為什麼會雨傘就這樣不見了呢 害我就還要再進去再重買一隻 我來回答 其實 所以那是你的錯 那是你的錯 我跟妳講 是妳的錯 什麼意思 放在外面等於送給人家 沒錯 那我是到現在 在台灣也是 我雨傘都是 全部放在那個市內裡面 我沒有辦法放在外面 我不會放 其實日本的那個情況 有一點負責一點 因為日本的 我現在講比較東京 那個廣東那邊 外國人也是比較多 那個旅客也那時候比較多 所以其實他們不知道 他們以為是愛心傘 就剛剛說的 就我以為是愛心傘 但你們就是看到了 欸 好看咧 哪著 好看 還有挑過 特別亮亮的傘擺在那邊 他就會覺得 對 幾乎就說 欸 漂亮 妳不錯... 哪著 所以不是日本人拿的 日本人 幾乎 幾乎都是日本人 妳是不是都日本人 也有外國人的機率 都有啦 這種事情 我以為日本人都不拿的 其實我是大阪人 大阪人有一個文化 是 你們的用品是我的用品 我的用品是大家的用品 所以 所以借來借去 借你的 那個人是借別人的 就別人是別人的 別人 沒有關係 需要的用品的人好 讓你用這樣的人 我們是大阪是這樣 不是偷啦 借一下 好 了解了 下次被偷就不要那麼大驚小怪 好 好 接下來看一下還有什麼 為什麼夜店不能嗨 夜店不能嗨 這個真的很誇張 那個夜店外面就貼一個 這個 就是不可以跳舞 而且這個算輕的 因為其他夜店更多的規矩 就是不可以大聲唱歌 就是不可以嗨 不可以有興趣 就不可以玩 你進去就是要整齊的 暗暗靜靜的喝酒 然後裡面就是喝酒 然後看那個地鐵 那個地鐵它會放那個 動漫的歌 然後會頂多一群宅男 在前面就跳那種 那個 銀館辦然後在那邊整齊的 都很像排好的那種 對 對 應援團的感覺 對 可是這個其實裡面的人 有人是很High的來跳舞 不可能夜店不跳舞 沒有 真的沒有 不拍 沒有 師兄 今天他現在是不還 這個真的是夜店嗎 夜店 色舞的喔 東京是全國 就是最厲害的夜店 阿董姆真的不好 這個是不是怎麼樣 還是說他只是特定幾家夜店會這樣 沒有 那是規定 在東京真的是沒有辦法 如果你跳一次 直接被那個裡面的那個保鑣 被趕走 對 他為什麼可以跳動漫的舞 那個也會被趕走 那個會被趕走 那是你早晚的問題